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面前的一碗泡面 犹豫不决地说道 妈 这不太好吧 安安刚生完孩子 要是她爸知道了 我可就完了 婆婆听后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傻呀 她的手机早就让我藏起来了 你随便哄几句 她还不乖乖听话 还有 月嫂我已经辞了 干嘛还花冤枉钱 有我照顾就行了 再说了 她生了个赔钱货 还想吃什么好东西 我查过了 泡面里全是营养 而且她生了孩子也就绑牢了 以后公司都是你和盐盐的了 你还怕什么 听到这些话 我不禁浑身发抖 而陈清源居然没有反驳 反而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我心里冰冷 这个我一直信任的人 原来贝蒂里早已算计好一切 连她所谓的宠爱也不过是表象罢了 更没想到的是 她和我的闺蜜颜颜居然有一腿 原来她们一直在谋划如何让我净身出户 好让她们过逍遥日子 她们是不是忘了 今天的一切都是靠我家才有的 现在算是踢到铁板了 我没有冲动上前 而是冷静地退了回来 所以 当婆婆端着一碗泡面进房时 我直接把那碗泡面扣在了她头上 这么有营养 你是不是嫌命太长了 婆婆愤怒地一边抹着挂在头上的泡面 一边瞪着我 孟琪 你发什么疯 不得不说 原本就卷发蓬松的婆婆 此刻头顶的泡面倒真让她别有一番风味 听到动静的陈清元也急忙冲了进来 安安 你对妈做了什么 我立刻患上虚弱的表情 眼泪汪汪地说 老公 我觉得妈的头发需要补充点营养 所以给她补补 是不是我生病了 是不是产后抑郁了 还有 我刚才闻到鸡汤味了 怎么妈不给我吃 难道就是因为我生了女儿吗 一番操作下来 原本想发火的两人面面相去 婆婆赶紧指着陈清元小声催促 快哄她 陈清元勉强扯出个笑容 怎么会呢 老婆 你别胡思乱想 妈可从来不重男轻女 婆婆也在一旁附和 对啊 我只是听说泡面有营养 想着给你补补 我从陈清元怀里抬起头 忽视了婆婆的话 继续追问 那妈 为什么不给我盛鸡汤呢 不一会儿 婆婆端着一碗鸡汤进来了 我故作疑惑地看着她 妈 怎么是你端汤呢 月扫呢 我的话音一落 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最后只好勉强笑道 我辞了月扫啊 由我照顾你 不需要月扫 再说了 他们未必比我照顾得好 我装作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麻烦妈照着月扫的菜单做饭吧 不等她拒绝 我继续说 那就拜托妈了 婆婆不情不愿地走了 我转头看向陈清元 老公 盐盐呢 陈清元一愣 随即淡定地说 盐盐 她不是出差了吗 怪不得陈清元出差时 我怎么也找不到盐盐 我露出一副惊讶的神情 老公 我说的是茵茵 咱们的女儿 怎么长得这么像盐盐呢 然后 我故作轻松地说道 对了 女儿的名字我已经定好了 就叫孟茵 陈清元笑着捏了捏我的脸 但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我没错过这个细节 她皱眉问 为什么姓孟 不是说好跟我姓的吗 我一脸为难地解释 老公 我也不想啊 可是爸说了 要是女儿跟我姓 她就把你提到副总的位置 听到这里 陈清元眼睛一亮 立刻开心地抱住我 老婆 明天我就去给女儿上户口 可我随即接话道 不必了 老公 我爸已经帮女儿把户口上好了 陈清元猛地坐起来 惊叫道 你哪里来的手机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 我用平板啊 对了 老公 你见过我的手机吗 不等陈清元回答 我转头 看着婆婆端来的饭菜 皱着眉问 妈 这是什么 我不是让你按月子餐坐吗 面前是一碗黑乎乎的汤和一盘毫无食欲的青菜 婆婆插着腰 立直气壮地说 安安啊 刚生完孩子就得多喝下奶汤 母乳才够 青菜最有营养了 当年我也是天天吃青菜 不也一样把你老公喂得那么好 她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仿佛真理在我 我冷冷一笑 不等她继续说下去 妈 我家有钱 不用吃青菜 你是不是极度公公没给你擦过身体 才生气的吧 我的话让婆婆气得直跺脚 而那一头的卷发更是随着她的动作四处乱甩 看上去格外滑稽 原来我一直心疼陈清元 不仅要打理公司 还得照顾我生产和住院期间的事情 但实际上 照顾我的都是护工和月嫂 什么时候让陈清元真的累过 今天她第一次对我发火 扶着婆婆坐到沙发上后 对我大声呵斥 够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冷笑回应 我以前也不知道 你们不仅要我家的钱 还想要我的命 现在不发疯 更待何时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是不是一开始接近我 就是为了钱 我都给你生了孩子 你妈还让我吃青菜 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发疯般 把两片青菜精准地扔在陈清元的头上 而那碗汤在我砸东西前 被婆婆护在怀里 陈清元看了一眼婆婆手中的汤 随即如往常一样 心疼地把我抱进怀里 老婆 放松点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不爱你 在我情绪稍微平稳下来后 婆婆用眼神 示意陈清元给我喂汤 她哄着我说 老婆 乖 为了我们女儿 把汤喝了好不好 我喝了一口 他们俩如释重负 可是下一秒 我忍不住喷了出来 甚至还喷到了婆婆的嘴里 婆婆竟然没有生气 反而慌忙跑进了厕所 我心生怀疑 这汤有问题 我满脸委屈地看着陈清元 对不起老公 我不是故意的 陈清元擦了擦脸上的汤 继续温柔地喂我 我撒娇 老公 你陪我喝吧 之前我生病不肯吃药 你都陪我一起吃的 话音刚落 陈清元立刻拒绝 随后找了个借口 把汤拿走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 婆婆连着做了四五个清汤寡水的青菜菜肴 全都试探我的底线 我当然不会忍 等她端上来的菜 全被我扔在了地上 或挂在她身上 而陈清元呢 在没有达到她目的之前 不会和我翻脸 就像现在 她一脸不赞同地责备婆婆 婆婆气地砸门而出 只是走之前 还看了陈清元一眼 意味深长 陈清元安抚我 老婆 我妈就是这个样子 别往心里去 你休息 我出去买菜 给你重新做 好不好 我冷笑 快去吧 毕竟你口袋里那个静音的手机已经亮了好几次了 等陈清元一出门 我和我爸安排的保镖就过来了 保镖伪装成保姆 开始在书房搜寻线索 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找到保险箱后 我们试了两次密码都不对 忽然 我想到了扬言的生日 输入后 保险箱咔嚓一声打开了 里面满满的都是陈清元转移财产的文件 还有一部分钱进入了扬言的账户 看到那些转账记录 我震惊地发现 早在我和陈清元在一起之前 他就和扬言有联系 底下还夹着一打我的照片 上面附带着我的详细信息 这让我回想起 当年我去李叔叔的公司实习锻炼时并未暴露身份 陈清元和杨岩也在那家公司 那时 刚毕业的我年轻气盛 得罪了不少领导 使杨岩主动接近我 安慰我 教我职场生存法则 可我从未告诉他我是谁 结果他竟成了我的闺蜜 现在回想起来 真是细思极恐 这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局 我手里握着厚厚的证据 气得浑身发抖 保镖小心扶住我 提醒我冷静 我们把所有证据都复印了一份 准备随时应对接下来的事 天黑了 陈清元还没回来 倒是婆婆带着一群阿姨和一个老头回来了 婆婆一边扫地 一边大声抱怨 我这个儿媳妇是千金小姐 骂不得打不得 你看我出去一趟 回来地上还是这个样子 要不是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真不知道阿元以后过什么日子 几位阿姨也跟着附和 哪有婆婆干活的道理 让儿媳妇出来扫地 我们家那位早就被儿子管得服服帖帖了 见我迟迟没动 另一个阿姨干脆推开我的房门 我正背对着门给女儿喂奶 吓得回头大声呵斥 你干什么 那阿姨却好像没听见似的 静止走到我面前 突然掀起了我的衣服 边笑边说 哎哟 这孩子真可爱 让婆婆看看 其他阿姨也一拥而上 嘴里夸着孩子 手却不安分 就算我再快 也挡不住被掀衣服的命运 我刚把衣服拉下 一个阿姨就拦住我 我听你婆婆说你奶水少 我会按摩 帮你看看 见我不理她 她开始讽刺 真是娇气 我们那时候养孩子 哪有这么麻烦 我冷笑 现在养猪都讲科学喂养 难道你家孩子还不如猪 阿姨被掖住后 另一个阿姨赶紧上阵 哪有当妈的这么娇气 连地都不扫 我们以前生完孩子 连旗带都是自己捡的 干完 三母帝才回家 我继续反击道 我生来就是享福的命 可不像阿姨你们 天生就是做丫鬟的命 既然如此 不如帮我把地扫了再走 省得回去 太闲睡不着 我的这番话 让在场的几个人 脸色阵阵发青 婆婆更是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就在我以为事情要结束时 婆婆瞄了一眼身旁的那个老头 老头刚想开口 我就抢先说道 哦 这位是二爸爸 爸去世这么多年了 妈早就该找个伴儿了 别说 二爸和妈还真挺般配的 我的这句话 让婆婆的脸色顿时难看至极 她立刻反驳 别胡说 而那老头听完我说的话 眼神猥琐地打亮着婆婆 婆婆厌恶地瞪了她一眼 显然是故意找来恶心我的 眼看我不好对付 几人接到婆婆的暗示后 纷纷上前动手 拉着我 他们想故意为难我 给婆婆出气 我刚生产完 身体虚弱 虽然极力抵抗 但还是被抓出了几道血痕 连女儿也被他们抢走了 默默赶到时 看到的就是我紧紧护着肚子 衣服被掀到肚脐上 人被他们强行拉下床 一群人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大家都是女人 看看有什么关系 默默二话不说 上前一脚踢开几个人 接着扯过刚才动手的阿姨们 把他们的衣服也撕扯下来 我也没见过 来 让我看看 连那个老头都挨了几拳 裤子也被拔了 扔到门外 默默个子高大 身材壮实 还经过特训 那些人哪里是她的对手 他们仓皇逃走 只剩下婆婆一人 等默默把事情处理完 我的爸妈也急匆匆赶到了 看到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女儿 被欺负成这样 我爸眼眶瞬间红了 咬牙道 离婚 必须离婚 婆婆听了我爸的话 毫不心虚 反而理直气壮地说道 她已经生过孩子了 除了我儿子 谁还会要她 我妈被这话气得浑身发抖 冲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扇在婆婆脸上 还没等婆婆反应过来 默默已经把她死死控制住 动弹不得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陈清源终于带着扬言赶回来了 还没等陈清源质问我 我妈先开口了 我把女儿交给你 就是让你这么对她的 这时 陈清源才注意到我苍白的脸上布满了几条血痕 狼狈不堪 她惊呼 老婆 你怎么了 可还没等她靠近我 扬言就一把将她推开 亲密地抱住我 天杀的 谁欺负我家安安了 她看向陈清源的眼神充满了战有欲 我冷冷地问 你要为我报仇吗 当然了 我们可是好闺蜜 谁敢欺负你 我剁了她的手 扬言愤愤不平地说着 显然她笃定我会拒绝 毕竟她只想用几句话博取我的真心 不至于真去剁手 以前 我或许会感动得落泪 可现在 我只觉得恶心 扬言还在装腔做事地吆喝着 直到她慢慢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你听到了吗 要不是我安安心安安 你以为我会说什么 我指着婆婆 冷冷地看着扬言 我说得很好啊 就是她欺负我 你把她的手指剁了吧 扬言脸色煞白 毁得肠子都要清了 婆婆和陈清源都用指责的眼神看着她 好像在怪她多管闲事 我和陈清源静静地看着她 眼神如同刀锋 就在扬言左右为难 快要哭出来时 陈清源终于开口了 安安 别闹了 妈也是为你好 我冷冷地扫了她一眼 连一句话都懒得说 转身在我妈的搀扶下 往门口走去 陈清源急了 喊道 老婆 你去哪 难道要回家 让我来帮你扫地吗 离婚协议书 我会寄过来 你签字就行 安安 你别任性了 以前一直是我忍着你 现在你也忍一下 我妈怎么了 第二天早上 我一边喝着营养汤 一边看着监控里陈清源和杨颜滚在我的昏床上 陈清源还打电话给我 监控那头 杨颜的嘴几乎贴在陈清源的头上 简直像个吸人精气的女鬼 他们居然一点也不嫌恶心 我走之前 早就让默默在卧室里装了隐形摄像头 果不其然 我刚离开 他们就迫不及待滚到了一起 刚从酒店回来还能继续 陈清源的体力真不错 经过调查发现 杨颜根本没出差 而是被陈清源养在我家名下的酒店里 他以为那些招来的员工是心腹 殊不知早已被我掌控 离婚协议赶紧签字吧 我挂断电话 继续听着监控里的对话 宝贝 该你出手了 哼 我才不要 我早就受够孟启安那个人了 乖 你不去的话 我就吃了你 吃到你愿意为止 听到这 我合上电脑 忍不住想起与我同床共枕三年的男人 现在竟然在别的女人身上挥洒汗水 顿时感到一阵恶心 安安怎么了? 我妈端着牛奶走进来 看到我抱着垃圾桶干呕 连杯子都快拿不稳了 妈 我没事 看着我苍白的脸色 我妈满眼心疼 安安 别怕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听到这句话 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其实一开始 爸妈就不同意我和陈清源结婚 我以为爱情能战胜一切 没想到却被他们算计得一干二净 说不心痛是假的 毕竟我曾经真的爱过陈清源 他演得太好了 不仅骗过了所有人 也骗过了我的心 安安 我来看你和宝宝啦 扬言出现时 脖子上还带着心重的草莓 似乎生怕我看不见似的 还故意穿了一件低领衣 见我不说话 扬言自顾自地继续说 安安 你还在生气吗 我也觉得陈清源他妈太过分了 等会儿我去上班 就揍她一顿 可是 安安 你舍得放下和陈清源三年的感情吗 听到扬言的劝告 我忍不住笑了 一直以来 每当我和陈清源吵架 扬言总是先和我站在同一战线 等我消了气后 又开始拼命劝我和好 他一边在我面前贬低陈清源 一边信誓淡淡地说 真正的闺蜜是看不上朋友的男朋友或老公的 所以我当时信了 妈妈抱着音音走过来 扬言看了一眼我的女儿 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嫉恨 随后装作疑惑地问 安安 可是 我不是叫妍妍吗 这样 改名字不好吧 我笑了笑 有什么不好的 你那名字听起来太寒酸了 我宝贝女儿可不能叫那样的名字 扬言愣了一下 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 他试探性地问 安安 你是不是嫌弃我家没钱 我点点头 直言不会 是啊 所以你以后别来我家了 也别再把你那穷酸晦气带过来 扬言原本还想再哄我几句 但看到默默已经准备把他送出去 他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但临走时还得意地瞪了我一眼 似乎觉得我会后悔 没一会儿 陈清源的电话打了过来 安安 怎么回事 保安为什么不让我进公司 我冷冷道 陈清源 我们已经要离婚了 公司还和你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 陈清源原本质问的语气立刻软了下来 安安 你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可能离婚 别闹了 快让保安放我进去 公司还有一大堆事情 等我处理呢 我冷笑 他还能有什么事处理 那个职位不过是给他个面子 让他没那么大压力罢了 我果断挂了电话 挂断前还听到扬言在旁边喊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你知道他是谁吗 在他们还在床上纠缠的时候 我已经让人把他们享受的一切都收回了 很快 陈清源发来信息 孟奇安 我是不会同意离婚的 可他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呢 我已经把陈清源和杨岩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看着下属发来的图片 看到两人在公司门口急得团团转 我终于感到了一丝复仇的快感 然后我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信息 我要他把吞下去的全都吐出来 月子结束后 陈清源依旧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为了不影响我的情绪和健康 在月子里 我屏蔽了所有关于他们的消息 只想着先把身体养好 才能继续应对他们的纠缠 陈清源在我面前依旧深情 安安 我不同意离婚 我们已经有了孩子 我想好好和你走下去 我跟妈说过了 以后她会注意言行 这样行吗 她用祈求的语气 试图让我改变主意 但已经没用了 别废话了 签字离婚 我态度坚决 看到我决心已定 陈清源脸上的柔情瞬间消失 变得冷漠而精明 离婚可以 但安安 你要知道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所以 你必须净身出户 孩子也要跟我 我冷笑 孩子我不要了 你把钱和公司的股份给我就行 看到她那副算计的模样 我感到恶心 我懒得和她废话 直接甩出她和扬言偷情的照片 原本得意洋洋的陈清源 在看到那些照片时 脸色瞬间垮了 随即跪在地上开始演戏 老婆 我错了 我鬼迷心窍 求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淡淡地笑着 轻轻推开她的手 签字 离婚 陈清源见我态度坚决 终于在无计可施下签了字 她起身时 嘴里仍不甘心地说 孟奇安 你会后悔的 我们很快办理了离婚 婚内财产基本被她转移走了 当我们拿着离婚证出来时 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后悔了 我没有回应 只是静静看着她扬长而去 心里想着 你吞下去的东西 我一定会让你原封不动地吐出来 四年后 我再次见到陈清源 那天 我正准备从幼儿园接音音回家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男人突然从垃圾堆里冲了出来 我仔细一看 才确认那是陈清源 她满身污垢 精神恍惚 胡子拉叉 身上散发着一股恶臭 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朝音音叹去 音音 我是爸爸呀 快过来 我立刻警觉地把音音护在身后 看到女儿对她充满防备 陈清源情绪激动 竟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把匕首 指着我喊道 为什么她不认我 是不是你教她的 为什么她这么怕我 陈清源像疯了一样挥舞着匕首 引来了保安和警察 陈清源被捕后 我觉得她精神不对 提醒警察去她家看看 结果发现了两句干尸 一句是杨言 另一句是陈清源的母亲 离婚后 陈清源一度得意 而杨言也顺利上位 时不时在朋友圈秀恩爱 可没想到的是 陈清源的母亲并不好对付 结果婚后受折磨的人变成了杨言 陈清源的母亲是个爱指挥的甩手掌柜 所有家务都丢给了杨言 杨言从最初的讨好变成了抱怨 陈清源则在母女争吵中选择了外出 寻求安慰 而那个安慰正是她曾经藏在身后的女人 那个女人很有钱 还带着陈清源一起炒股 赚了一大笔钱 否则在我收回所有财产之后 陈清源也不会过得如此潇洒 不过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 感情再好 也经不起考验 杨言成功地变成了怨妇 整天与陈清源的妈妈斗争 因此 当一张陈清源与另一个女人上床的照片出现在杨言手机里时 争吵便不可避免 杨言威胁陈清源 如果不回到她身边 她就会把她婚内转移财产的证据交给我 陈清源动手打了她 可杨言是个典型的恋爱脑 尽管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只要陈清源哄哄她 她就心软了 陈清源的妈妈也趁机不断欺负杨言 指责她生不出孩子 还让她喝一些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偏方 陈清源则一边哄着杨言 一边与外面的女人纠缠不清 两边都以为她和对方断了关系 表面上维持着一种和谐 直到外面的女人和杨言同时怀孕 而那个女人用某种方式查出了杨言怀的是女孩 当得知外面的女人怀的是男孩时 陈清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女人身上 她甚至偷偷转移了剩下的财产给她 可当她满怀期待地等着那个女人给她带来惊喜时 女人给了她一个致命的打击 什么房子车子全都是假的 留给她的只有债务账单和一份她不能生育的体检报告 陈清源的世界崩塌了 她疯了一样四处寻找那个女人 但她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毫无踪迹 她将所有的愤怒发泄在了杨言身上 杨言的肚子已经三个月大了 却被陈清源活生生打得流产 怒吼道 你怀的是谁的野种 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 我打死你 因为怀孕 陈清源的妈妈本就对杨言心生怨气 现在更是直接参与虐待 居然在杨言大出血的情况下 没有想着送她去医院 而是继续帮着儿子打骂她 幸好他们的动静太大 被邻居听到后报了警 杨言这才得救 可当杨言醒来 看到床边痛哭忏悔的陈清源 又心软了 原本应该进监狱的母子俩 竟然轻易地被她原谅了 但事实证明 原谅没有用 为了报复杨言 陈清源在她的饮食里下了药 导致她精神逐渐失常 在被赶出家门 住进破败的出租屋后 陈清源再一次将愤怒发泄在杨言身上 终于 杨言忍无可忍 举起椅子准备反击 却被陈清源的妈妈挡住了 椅子砸在陈清源妈妈身上 她倒在地上 没了动静 看着这一幕 杨言的理智瞬间回来了 愤怒地与陈清源扭打在一起 但她根本不是陈清源的对手 一次又一次地殴打后 杨言彻底安静了下来 更让她崩溃的是 陈清源的妈妈根本就是故意害她的 为了让外面的女人上位 婆婆偷偷给她下避孕药 甚至还害得她无法再怀孕 陈清源无法生育 也与他们有脱不开的关系 得知这一切真相后 陈清源对着还没断气的母亲下了最后的死守 在陈清源被判刑后 她请求见我 我没有去听她的忏悔 只是告诉了她一个真相 我早就知道她和她妈的算计 外面那个有钱的女人也是我安排的 一切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小偷偷走的东西 不代表是她该拥有的 女儿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父亲 我早已给她找了一个真正的好爸爸 她不用考编 不用考公务员 即使不工作 我也能养她一辈子 而陈清源 你种下的因 得承受这个果 至于第二件事 回家时我发现家里的保姆阿姨被人挖走了 我很生气 拿出手机准备给王妈打电话 可老公顾云醒拦住我 干嘛非得是她 保姆而已 我打了三次电话 都没通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王妈拉黑了 我关上手机 感到一阵失落 一直以来 我以为我们和王妈的关系不仅仅是雇佣关系 就算要离开 也应该和我告别吧 难道我真的不是个好雇主吗 我问老公 她去哪家了 我去找她 如果我做得不好 我可以改 可以道歉 还可以给她涨工资 觊于王妈的人很多 现在被人挖走了 我很不甘心 顾云醒叹了口气 你找也没用 合同都签了 王妈不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 我躺在床上 心情沉重 是啊 王妈的确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只是我们的合同上个月到期了 而我忙于工作 没来得及续约 这才让别人钻了空子 我试用过几个新保姆 但他们都不合心意 我们只能勉强适应 没有阿姨的日子 两个月后 收拾手机联系人时 我意外发现了王妈的号码 原来是顾云醒把她拉黑的 我解除黑名单后 王妈很快就打来了电话 阿宁 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我发现之前不小心把你拉黑了 我们见一面吧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挂断电话后 我立刻赶去和她见面 心里有太多疑问 见到王妈时 她显得有些不安 时而看我 时而避开我的目光 她的离开已经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 此刻她这样 我更心急了 我叹了口气 如果你想回来 我很愿意欢迎你 王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还得回去洗床单被套呢 新来的阿姨还没到 顾云醒什么事都不干 所有事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王妈轻轻拉了一下桌布 神色复杂地说 阿宁 你别再操劳了 不值得 我有件事想了很久 觉得必须告诉你 我现在的新冬架是顾总的女朋友 我愣了一下 花了几分钟才理解她话里的意思 顾云醒的女朋友 王妈继续说道 阿宁 在劳动节前 顾先生就说要辞退我 我不愿意 还想问问你的意思 但是她说是你提出来的 还说你要出国一段时间 不会回来 那个时候 你已经有一个星期 没回来了 我以为顾先生说的是真的 我皱起眉头 王妈 我根本没说过要辞退你 你照顾我都快九年了 比我和顾云醒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王妈苦笑了一下 是啊 我也想明白了 顾云醒之所以辞退我 就是为了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 现在的孟青夏女士 我猛地站了起来 你是说 顾云醒故意趁我出差的时候辞退你 就是为了让你去伺候孟青夏 这下 我和顾云醒之间的拉黑 绝对不是误操作了 王妈点了点头 满脸的无奈 我一下子摊坐回椅子上 心里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王妈照顾了我这么多年 除了料理家务外 她还给了我一种无人能代替的陪伴 她为我缝过衬衫的扣子 改过礼服的腰身 学着为我做各种奶茶 甚至偷偷用白水代替白酒 让我在酒局上游刃有余 每次我疲惫回家 房子总是干干净净 浴室里的热水早就准备好 桌上还有我最爱的八宝粥 她甚至自学了英语 能简单处理邮件 招待客人 她简直是世上最完美的保姆 我早就对王妈有了真感情 我原以为是她抛弃了我 还暗暗发誓 如果她不来找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去找她 可没想到 是顾云行把她赶走了 还故意把她送到孟清夏那儿 想到这里 我握住王妈的手 泪水夺框而出 太好了 王妈 我还以为是你不要我了 原来是我想错了 顾云行一定是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把我拉黑的 我哽咽着说 王妈 你回来吧 我不要别的阿姨 我就要你 王妈愣了一下 迟疑地说 阿宁 别光想着我呀 顾先生和孟清夏那边怎么办 我这两个月的工资还是顾先生转给我的 我只问 王妈 你还愿意回来吗 王妈点了点头 阿宁 我一直觉得你很好 咱们合作了这么久 如果可以 我还是想回来 不过这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我和王妈商量好后 决定一起让顾云行和孟清夏滚出我的生活 回到家 我看到洗衣机里还有没洗的床单 就把他们全丢到顾云行的床上 他脏了 就该睡脏的床单 我开始调查顾云行和孟清夏的关系 一年前 顾云行频繁出差 我查了他车子的行驶记录 发现他多次出入一个小区 晚上等他烂醉入睡后 我又查了他的消费记录 发现了很多大额开支 包括女装 情侣餐厅和首饰 他甚至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健身 整理发型 还常常对着手机傻笑 看来 王妈说得没错 顾云行确实和孟清夏在一起了 两个月后 我决定采取行动 我接了个喇叭 开车到孟清夏住的小区 在楼下播放录音 我是云梦公司顾云行的妻子 特意为一千七百零三号的孟清夏送来礼物 感谢你在床上伺候我老公 随着录音的播放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物业很快赶到 劝我不要闹事 否则就报警 我收起喇叭 笑着说 那我就上门和孟清夏谈谈 看她愿不愿意正式坐顾云行的小妾 反正我家的保姆刚走 她来了还能顶上 物业的小张无奈地说 业主不开门 你也上不去呀 我轻笑着说 年轻人 这你就不懂了 我走到单元楼前 按了一千七百零三的门铃 王妈在楼上给我开了门 我回头对小张说 她急着和我老公双宿双飞 怎么可能不让我进 进去后 我拿着喇叭不停地播放录音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和我搭话 她真和你老公搞在一起了 我垂胸顿足地说 是啊 屋里隐隐传来王妈的声音 我去把她赶走 您别急 很快 王妈打开门 坚定地说 你别再放了 孟卿夏不会做小妾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 说完 门就关上了 围观的人指着点点 真不要脸 破坏别人家庭还这么理直气壮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 电梯门开了 我和顾云醒撞了个正着 她神情复杂地看着我 我微微一笑 梦倾吓 你家男人来那切了 顾云醒无奈地说 阿宁 别闹了 我们回家谈谈吧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加大音量 这里没人是小三 我掏出手机 快速连接投影仪 把王妈给我的照片投在墙上 顾云醒慌了 阿宁 够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你要逼死她才满意吗 我尖叫道 别碰我 你脏死了 顾云醒一下子缩回手 下意识地在衣服上擦了擦 阿宁 我不脏 墙上投影出的画面 显示她和孟青夏依偎在一起看电影 月下接吻 牵手出游 顾云醒看着这些画面 脸色苍白 最终无力地说 你都知道了 她抢过投影仪 狠狠摔在地上 我咬牙切齿 你竟然帮着她抢走了我的王妈 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 你这么阴险挑拨 我和王妈的关系 王妈只能是我的王妈 她不可以是别人的王妈 身后门响了一声 我们回头 是孟青夏出来了 她泪眼盈盈 若不胜一云醒怎么办呢 他们都误会了 以后我还怎么活 我正要破口大骂她 霸占王妈的行为 顾云醒大力拽住我的胳膊 丝毫不顾急会弄疼我 我狠狠踢了她胯下一脚 扭头就走了 身后孟青夏扶着缩成一团的顾云醒 安慰着她 回到家 王妈又给我发来了很多图 阿宁 这是顾先生送给孟青夏的礼物 你记得找她要一半的钱 爱马仕的菜篮子 蒂芙尼的项链 香奈儿的香水 林林总总有二十多样 这些都是顾云请送的吗 顾云醒有钱 但也没这么有钱 孟青夏并不知道 王妈上一位雇主是我 在她面前 可以说是毫无保留 我甚至觉得她不仅仅是 为了照顾孟青夏 也是为了监视孟青夏 顾云醒回来了 她身上并没有心虚 或者是被抓包后 恼羞成怒感 反而透着一股如是重负的轻松感 那些图都是王妈拍的 拿着雇主钱 还要背赐雇主 她还真是看中你 我道 她在孟青夏家里 工资却是你发的 而你的钱 都有我的一半 说来说去 她的雇主并没有换人 我操作着电脑 把图片打印出来 顾云醒 咱们来算算钱 然后去离婚 她接过图片 嘲讽地笑了笑 月宁 你还真是没有变 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她拿出笔 在图片上圈圈 勾勾写了起来 为了钱 你总是这么不择手段 她这样说我 我并不生气 谁会在乎一个背叛者的想法 顾云醒把轻薄的纸叶摔到我面前 我就送了她这几样 其余的 你别想讹我 我困惑着 孟青夏的工作 并不足以支撑她这么高的消费 王妈也不会骗我 那这些是谁送给她的呢 难道她用的是假货 这句只是我的喃喃自语 顾云醒却像被踩了尾巴的猫青夏 和你不同 她是大小街 就算家里破产了 也不可能用假货 我陷入沉思 孟青夏是顾云醒学生时代 触不可及的人 家里有钱的名媚 大小间自卑安静的穷学生 这是我不知道她的青涩过去 如今天边的月光坠入凡尘 依赖着顾云醒 讨好着顾云醒 她就是五分的爱意 也能膨胀成十分 那王妈呢 我也从小时只不沾阳春水 你觉得王妈好 所以你要王妈去她家里 让我在家里给你洗衣做饭 你怎么有脸来要求我 贤惠的顾云醒按着额头 青夏她不一样 她得有人照顾 而且王妈和青夏签了一年的合同 你也不想她违约吧 她这是拿捏住我了 我不想让王妈的名誉 受到一丝一毫的损伤 顾云醒提出了离婚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不是你的第一位 你只知道赚钱 从来都不肯对我低头撒娇 我冷笑一声 孟青夏会对你低头撒娇 因为她什么都要靠你 她怕你一个不乐意就把她甩了 而我们之间我不能解决的问题 你也不能解决 所以我对你撒娇干什么 顾云醒道 说这么多 你就是没那么爱我 我嘲讽道 如果你够爱我 也不会去做吃里爬外的狗 等王妈回来后 我们再谈离婚 你急着给孟青夏腾位置 我偏不让我赚钱 比顾云醒多的去了 和她离婚 她要分我的财产去养孟青夏 我可不愿意 不花而散后 王妈被顾云醒警告了 不能轻举妄动 但意想不到的是 孟青夏趁顾云醒出差的时候 迟开 王妈带了个男人回家过夜 那个男的长得很好看 我就匆匆看了一眼 侧脸和顾先生很像 来的时候还带了一双高跟鞋当礼物 天亮的时候 那个男人走了 孟青夏站在阳台上目送着他远去 浑身落寞 为什么不亲自去送呢 王妈打 可能是怕顾先生发现吧 是啊 房子是顾云醒买的 保姆是顾云醒找的 如果顾云醒不要他了 他的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 于是下一次这个男人来的时候 王妈离开后立马来通知了我 我和顾云醒已经分居很久了 即使偶尔碰面 也同陌生人一般 我给他打了电话 我想了很久 凭什么孟青夏用着我的阿姨 用着我的钱 我现在非得去把他衣服扒光了 丢在小区里示众 说完我就挂了 顾云醒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于是他飞奔到孟青夏家里迎接他的 没有报复孟青夏的我 只有惊慌失措 衣衫不整的孟青夏和那个男的 我再一次来到1307 王妈给我打开了门 不安到打起来了 餐厅里背盘狼藉 盘子碎了一地 孟青夏只穿了内裤 身上裹着毯子 眼神惊慌地躲在墙角 顾云醒和那个男人拳拳到肉 他大吼着 你是谁 你凭什么在这里 这是老子的房子 孟青夏扑过去挡在面前 云醒 别打了 他是我男朋友周南山 顾云醒不敢置信 他是你男朋友 那我呢 我算什么孟青夏泪眼朦胧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云醒你不要误会了 我和王妈面面相去 搞了半天 顾云醒也是小三 还他算什么 只能算他倒霉了 朋友 你会和朋友接吻吗 你会和朋友上床吗 孟青夏 你真是残忍 我算什么 我算一个大笑话 周南山从地上起身 穿好衣服 他沉默地看了孟青夏一眼 此时我发现他的侧脸和顾云醒真的很像 孟青夏拉住周南山的手 南山 你听我解释 我和他真的只是朋友关系 我们没有接过吻 也没有上过床 是他自己误会我喜欢他 我火速调出那张接吻图道 请看VCR 周南山扫了一眼我的手机 甩开了孟青夏的手 孟青夏摔了一个裂切 那时候 我以为你真的要和我分手 我才误入歧途的 南山 你看看他 他和你很像 我心里只有你 周南山并不在意顾云醒长什么样 反而是顾云醒通红着一双眼 仔仔细细看着周南山 他轻声说 原来我是你的替身 周南山不屑道 真恶心 他狠狠关上门 巨大的响声把顾云醒拍醒了 他要开始找孟青夏算账了 可他终究还是不忍心对白月光下狠手 只是要他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孟青夏含着泪水 一脸倔强 顾云醒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如果你跟他梦青夏指着我离婚了 我又怎么会背着小三的骂名 又怎么会在南山找我的时候忍不住回头 这个女人来闹过后 有多少人对着我指着点点 我出门头都抬不起来 我向旁边走了一步 避开她的手指 我答应离婚的条件 难道她没有告诉你吗 我要你闭嘴 我们回去再说 顾云醒咆哮着打断我 事到如今 他竟然还不想孟青夏知道我和王妈的关系 即使白月光已经落入人间 成了随处可见白赤灯 他还是下意识地想要他体面一点 我和他回家了 我找出离婚协议 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接过协议 皱眉质问 静身出户 凭什么 我看着他 你没看见今晚吗 孟青夏和他男朋友真的断了 我和你离婚 你就是单身了 他还有什么拒绝你的理由呢 我寻寻善诱 你和周南山也就一般般相 这并不是替身文学 这只能说明孟青夏喜欢你这一款瑞丰眼高鼻梁 他没了周南山还能依靠谁呢 靠他自己一个月两千五百的工资吗 这点工资还不够王妈上一个星期的班 他跟了你也只能死心塌地了 他撕掉协议 定定到月宁 我很了解你 你就是要更多的钱 我不可能净身出户 没有谈出个结果 草草散场 我整理着诉讼 离婚可能会用上的证据 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 喜欢和不喜欢是很明显的 顾云醒对孟青夏十多年的暗恋 没有随着时间淡去 反而在意外重逢后 于尽复燃 失而复得而复失 看到周南山后 他才知道自己没有得到过孟青夏的心 王妈告诉我 孟青夏没有搬走 在某个深夜 顾云醒来到孟青夏那里 孟青夏告诉他 他怀孕了 顾云醒不相信这是他的孩子 勃然大怒 但是孟青夏说可以去做检测 还要王妈作证 怀上孩子的那段时间 他和周南山并没有在一起过 王妈作证 顾云醒信了一半 不过在孩子十八周的时候 他们还是去提取养水 做了亲子鉴定 那个孩子确实是顾云醒的孩子 就这样 他原谅了孟青夏 甚至做出让步 除了他公司的股份 其余的我都可以拿走 他以为给了孟青夏名分 就可以真的留住他了 我答应了和他领了离婚证 转头就要起诉孟青夏 要他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房子是顾云醒买的 家具是顾云醒买的 项链是顾云醒买的 包是顾云醒买的 还有王妈的工资也是顾云醒付的 孟青夏看着账单 又看向顾云醒 她读过书 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逃不开这笔钱 除非顾云醒愿意给她支付 顾云醒看着我 我已经不愿意探究她眼里是什么情绪了 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女人 每天睁眼闭眼都是钱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去做个让人喜欢的人 反正她没有这么多钱 我打量着孟青夏的脸色 她没有 但是你有 可你这么说就是不会替她付的意思 还有什么是让人喜欢的人能够让你占到便宜的 好欺负的就是你喜欢的 你处处比不过我 自己又不够上进来追赶我 所以就埋怨我不能低头让你超过你 这样的喜欢太廉价了 孟青夏泪流满面 如同被抽干精力的木偶 她默默地问道 我真的没有这么多钱 二百多万 我就是饿死也拿不出来 乐宁 求你了 饶了我吧 我收拾东西不可能 顾云醒不掏钱 你去找周南山了 反正朋友和男朋友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 周南山是顾云醒心里的刺 一提到这个名字 顾云醒脸上就浮现出了厌恶 我痛快地离开了 今晚王妈要坐佛跳墙 我得早点回去 看着王妈在厨房忙碌的背影 我打开电脑开始加班 不好好挣钱 就付不起王妈工资了 很快 孟青夏挺着大肚子来求我 即使是孕期 她依旧很美丽 房子我卖了 那些包包什么的我也卖了 但是还剩三十多万 月宁 你别起诉我 我会想办法的 我喝了一口茶 你知道什么是失信彩玲吗 就是别人给你打电话 你的彩玲会介绍你是老赖 孟青夏握紧了自己的手机 你们没有结婚吗 三十多万 顾云醒还是有的 她难堪地低下头 我有些诧异 我以为顾云醒会很快和她结婚 她疲惫地捂住脸 我们订婚的前一天 南山来过了 顾云醒和我大吵一架 她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都怀孕了 除了她 我还能嫁给谁 我想 周南山一定是故意的 谁头上绿了一点 都会想着报复回去 她过得不好 我心里倒是高兴了一点 你回去吧 你求我的事 我把重阴放在了求孟青夏转开头擦了一把眼泪 我继续道 如果你能和顾云醒结婚 那我同意你不还钱 她眼睛一亮 顾云醒不和她结婚 是因为不想背负她的债务 即使这债务是因她而起 她的爱是有条件的 我和王妈的生活回到了正轨 家里少了一个男人 我们都轻松了不少 孟青夏和顾云醒同居了 所谓距离产生美 有些人 有些事 一旦靠近了 才能清晰看见表面下的藏物 那够比如顾云醒被传出来的糗事 她陪着甲方去骑行 路上突然下雨 她的屁股突然巴唧巴唧 开始吐泡泡 这是因为骑行库里的海绵垫 没有洗涤干净 她闹了好大一个红脸 孟青夏前半生是大小街 后半生依附男人 她无法适应家庭妇女的生活 更没有能力拒绝这种生活 年底 我受邀参加合作公司的酒会 在门口撞见了没有邀请函的孟青夏 她还是那么柔弱 不停重复 我是云梦公司雇总的未婚妻 请你让我进去 我优雅地出示我的邀请函 做作的动作让我同事直翻白眼 这位确实是顾云行的未婚妻 我和顾总就是因为她离婚的 我笑道 让她进去吧 免得顾总不高兴 一厢并饮的会场里 我一眼就看到顾云行在和别人攀谈 周南山站在楼梯上俯视着他们 周南山是主办方的副总裁 我看见孟青夏走进来 她的孕妇妆和这里格格不入 许多人打量着她 我们对视上 我有意无意地把她往顾云行那里引 周南山走下楼 站到孟青夏面前 笑道 你还说你是顾云行的未婚妻 刚才你不在 她在跟姚总谈论和她女儿相亲的事呢 孟青夏正愣住 不可置信地问道 你说什么 周南山低声道 青夏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我们在一块 只有你欺骗我的时候 说着 她看向我笑道 你要是不信 可以问问桑优集团的月经理 我并不知道顾云行和姚总在谈什么 可是鬼使神差的我回道 孟青夏 你挺可怜的 周南山露出怜悯的表情 孟青夏浑身发抖 我不由地避远了些 她挺着大肚子 几乎是小跑着冲过去 抓着顾云行的耳朵 就打了她一巴掌 清脆的响声 让周围静了一瞬 姚总的下属赶过来把她护着 她惊讶地问道 你是谁 你怎么打人呢 周南山恶劣开口 姚总莫慌 好好看小三打小三的戏码 可不常有人把他们三个看了个遍 尤其是孟青夏的大肚子 有点摸不着 谁是小三 顾云行顾不上这些乱七八糟 她怒道 你怎么来了 孟青夏反手又是一巴掌 我不来 难道由着你和别人相亲吗 你这个骗子 骗我给你生孩子 骗我身心 骗我悲债 顾云行拽住她的手 你冷静点 你在瞎说什么 你不要脸了吗 钟南山淡淡开口 是啊 还不低声些 难道光彩吗 见到她 顾云行更是怒火中烧 她指着孟青夏的鼻子 你怎么又跟她在一起了 你搞清楚你衣食住行 现在是谁在负责 她话还没说完 孟青夏流着泪冲了过去 我们谁也没看清楚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只看见顾云行捂着下体倒了下去 痛苦虚弱的气音 好痛 周南山一下把我和震惊的姚总推到后面 挡在我们前面 大喊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救护车来了 带走了顾云行和孟青夏 在周南山的主持下 会场很快恢复了秩序 地上的血迹也被清扫干净 我和姚总惊疑不定地被送到休息时 她反复问我 你看到了 那个女人是伤到顾总那里了吗 我回忆了半天 也不确切 只含糊道 好像是钟南山动作太快了 但是根据顾云行捂住的地方来看 孟青夏是用小刀搁到了她那里 我和姚总没有心思再去参加宴会了 我在外面等 王妈开车来接我 夜风舒爽 送来阵阵花香 周南山送完 姚总突然站到我身边 我们都是同病相怜之人 我心说我们才不是同病相怜之人 我看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 这一下切下去 顾总肯定会失去生育能力的 孟青夏是故意的 我不明所以 钟南山道不是你说的吗 只要他们结婚 你就放过孟青夏 而顾云行在她还完钱是绝对不可能和她结婚的 说到这里 她停顿了一下 又道 有条件的碍事随时可以收回的 王妈道了 我上车关上车门 迫不及待把这件事讲给她听 她连连摇头 竟然走到了这一步 这件事过后 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过顾云行和孟青夏 只听说她成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太监 寻求明医做缝合手术 还要告孟青夏故意伤人 但是最后还是撤诉了 我看着天花板想 或许这就是真爱吧 不管孟青夏如何改变 她永远都忘不掉她活泼俏皮温柔的一面 王妈一边修剪着心道的花 剪刀干净利落 剪断花枝末梢 我想到那一晚 孟青夏也是如此 拿着力气就冲着顾云行剪了过去 我忍不住病龙腿 想想就疼 阿宁 顾总才不是因为什么情情爱爱的就放过小孟呢 因为顾总以后生不出来了 除了小孟肚子里的孩子 再也不可能有娃了 我押了一身王妈 你怎么知道 王妈扫干净地上的残枝落叶 周总那个秘书说的 我几个姐妹在那些老总家里也听过 小孟就说不结婚就去打胎 让顾总断子绝孙 还说什么他要是去坐牢 等他出来 一定找顾总同归于尽 反正两个人都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 凑合凑合得了 还能维护社会稳定 哦 对了 今天周总上门来找你了 你不在家 钟南山梦倾向那个人傻钱多的前男友 他找我要和顾云醒的结婚照 还要了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王妈已经回到了我身边 两人的生活已经被毁了 我已经没什么好关注他们的了 但是不介意他们更惨一点 我把周南山要的东西都打包发给了他 在顾云醒和梦倾下的婚礼现场 我不知道这么丢脸的婚姻还有什么办仪式的必要 但是周南山千叮咛万嘱咐我一定要去看 还给我塞了眼药水 王妈查了一下手机 这个是缓解眼睛疲劳 干涩胀痛的 可以用 我们没走正门 从楼道里进大厅的王妈 还是经验丰富 他讲办婚礼是为了收份子钱 走正门 我们可能被打出来 我们鬼鬼祟祟地戴了帽子和口罩 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仪式开始后 大屏幕里放的照片 是我和顾云醒的结婚照 结婚证 离婚证 拍结婚照的时候 我们两个感情还不错 脸贴着脸 满脸笑容 随后是周南山和孟清夏的情侣照片 青梅竹马 初中时稚嫩的笔叶合影 高中是青涩的笔心 那个时候 孟清夏和现在完全不同 满眼都是活力的光彩 带着有钱人的从容松弛 在后面是大学时国外的教堂 大桥 公路 最后是去年的合影 周南山搂着他的无名纸上 戴着求婚戒指 难怪周南山比我愤怒得多 他真心实意地求过婚了 我的怒火 在王妈回来后就渐渐平息了 而他对绿帽子耿耿于怀至今 顾云醒命令工作人员关掉屏幕 却没有人动 他崩溃怒骂 只换来了别人不痛不痒的几句劝解 你抢了别人老婆 就忍忍吧 周南山上台 指着孟清夏的肚子 我建议你们给孩子取名九九 因为三三得九 就开根号是俩三 王妈突然拿起眼药水 阿宁 该你上场表演了 我王妈给我滴了满眼的眼药水 看上去就像一个痛哭的无助女人 她拎着我站起来 快去快去 去哪呀 我总不能上去吧 周南山走下来 月宁你也来了 你别哭 这对渣男贱女不值得 你已经和这个出轨男离婚了 你下一个老公会更好向前看 我根本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装作擦眼泪的样子 周南山拍着我的肩膀 原配的眼泪都是小三做的念 唏嘘生顿起 我演不下去了 只能一跺脚 对着暴怒的顾云行道 我这辈子真后悔遇见你 我硬硬硬地跑走 王妈拎着我的包追出来 阿宁 你真棒 此时我才发现 周南山还安排了人在后面架着手机直播 比爱还深的只有恨 孟青夏穿着三首婚纱 站在黑暗里 原本应该打在新娘身上的光 从来都没有亮起来过 她只是默默脱下了婚纱 穿着孕妇连衣裙 艰难地走去了后台 闹剧结束后 我的工作繁忙起来 王妈每天都送中餐 晚餐来我的办公室 也是非常辛苦 我们这么忙 是因为顾云行的云梦公司急转直下 订单客户 公司骨干纷纷外流 为了抢占资源 大家都是火力全开 不久 周南山收购了云梦公司 但他没有开除顾云行 只免了他的职务 让他做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员工 就连保洁保安都可以给他脸色看 收入骤奖 孟青夏又生了一个儿子 他得凌晨起来卖菜 白天再去上班 晚上送外卖 两年后 我遛狗回来 路过顾云行的小区大门口 熙熙攘攘围了一大圈人 王妈把狗给我自己挤了进去 很快就冲我招手 阿宁 你来 我忙不迭挤进去 竟然是顾云行拖着孟青夏 丝毫不顾他的上衣被拉扯变形 露出里面的内衣 孟青夏刚刚站稳 顾云行推倒他 他的头磕在地上 一声闷响 你怀孕了孟青夏 哈哈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这又是谁的肿啊 你是为了钱才跟肩膚睡 还是又挽起了朋友的戏码呀 我现在穷了 养不起你了 你又去找谁了呀 孟青夏捂着头皮 指甲在拖行途中都掉落了 地上血迹斑斑的 他全缩成一团 哭喊着 别打我了 求求你了 王妈摇摇头 拨打了派出所电话 我要报警 长青街 这里有个男的殴打女人 孟青夏 听见有人报警 拼命爬过来 救救我 救救我 王妈 怎么是你 你怎么和月宁在一起 顾云行看见我 郑玉山下去的巴掌停了下来 停了一会 狠狠踹了孟青夏一脚 当初我被你迷惑 把自己家的保姆挖过来伺候你 后面的事不用说了 我们都知道 如果不是王妈 我可能很久都不会知道她出轨了 王妈劝顾云行别打人 我在后面看着孟青夏如金骨瘦如柴 有血迹从她腿里落到地上 我连忙拉了王妈一下 她吓了一跳 好在已经有路人叫了救护车 有女孩子脱了外套盖到孟青夏身上 后面我打听了下 顾云行被拘留后丢掉了工作 孟青夏失去了这个孩子 和他们的生活天差地别的 我又升职了 拿到任职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王妈涨工资 王妈乐呵呵地早上起了个大早 做了许多叔父累送到公司 分给我的同事们 我心里很暖 这已经不是保姆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了 吃完了叔父累 我投入到工作中 我要继续赚钱 继续给王妈涨工资 未来的生活 我们互相扶持 会越过越好 你看看人家 嫁了个好老公 再看看你 二十五岁了 还没人要 同事李薇薇的声音 在办公室里回荡 她的语气里满是嘲讽和炫耀 我低头不语 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平 就在我准备默默承受这份羞辱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让我的世界瞬间颠覆 我坐在办公桌前 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打着 试图通过忙碌来忽略周围的一切 但李薇薇的声音像一根针一样 刺破了我的专注 你看看人家嫁了个好老公 再看看你 二十五岁了 还没人要 李薇薇的声音尖锐而刺耳 她站在我的桌边 双手插腰 嘴角挂着一抹得意的笑 我抬起头 勉强挤出一个微笑 试图用平静来掩饰内心的不安 薇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我看你是没节奏吧 她轻蔑地笑了笑 眼神中满是不屑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我表哥虽然离婚了 但条件还不错 周围的同事开始怯怯思语 有的同情地看着我 有的则是幸灾乐祸 我感到脸颊发热 手心开始出汗 不用了 谢谢 我尽量保持礼貌 但声音里的颤抖出卖了我的情绪 别这么客气 我这也是为你好 李薇薇的语气里没有一丝真诚 她转身离开 留下一串得意的笑声 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 气质非凡 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容忽视的威严 我抬头看去 惊讶地发现 那人竟然是我的表哥林浩 他是我们家族中的骄傲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个城市的首富林浩的目光 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 最后落在我身上 她微微一笑 向我走来 小雅 好久不见了 我站起身 有些不知所措 表哥 你怎么来了 我小声问道 生怕别人听到 我来接你下班 顺便有点事情要和你商量 她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信任 李薇薇听到我们的对话 好奇地转过头来 小雅 这是你表哥 看着挺有派头的 我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林浩则礼貌地 向李薇薇点了点头 然后转向我们 走吧 小雅 我拿起包 跟在林浩身后 走出了办公室 我能感觉到 身后李薇薇和同事们的目光 但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 这一刻 我的命运正在发生改变 在电梯里 我忍不住 我忍不住问 表哥 你怎么突然来了 林浩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温柔 我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太开心 所以想过来看看你 我心头一暖 没想到表哥会这么关心我 谢谢你 表哥 不用谢 我们是一家人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严肃地说 对了 我今天来 其实是想告诉你 我打算公开我的身份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 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浩解释道 我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 你有一个强大的后盾 电梯门打开 我们走出大楼 林浩的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我看着那辆豪华的轿车 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知道 从今天起 我的生活将会有所不同 我坐在林浩的豪华轿车里 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 我的心跳也随之加速 林浩看着我 眼神中带着一丝细血 小雅 你看起来有点紧张 他的声音打破了车内的沉默 我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 表哥 我只是没想到你会突然公开身份 林浩笑了笑 他的眼神变得深邃 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而现在 我觉得是时候了 为什么 我好奇地问 因为我想保护你 他的话语简单 却充满了力量 我不想让你再受到任何人的嘲笑和轻视 我感到一阵温暖涌上心头 但同时也有些担忧 表哥 这样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他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一丝坚定 我不在乎那些 我只在乎家人的幸福 我看着他 心中充满了感激 谢谢你 表哥 不用谢 他拍了拍我的手 然后转移了话题 对了 你最近在工作上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 我犹豫了一下 然后决定把李薇薇的事情告诉了他 林浩听完后 眉头微微皱起 这个李薇薇真是过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悦 你放心 我会找个机会帮你出这口气 我摇了摇头 不想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表哥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让你为难 这不是为难 这是家人应该做的 他的眼神坚定 让我无法反驳 公司年会的那天晚上 我穿着一袭简约而优雅的黑色晚礼服 跟随着林浩走进了会场 李薇薇和其他同事都在那里 他们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打转 小雅 这位是李薇薇 走上前来 眼神中带着好奇和一丝嫉妒 我微笑着介绍 这位是我的表哥林浩 礼貌地向李薇薇伸出手 你好 我是小雅的表哥 李薇薇握了握他的手 然后故作惊讶地说 你看起来真不像是小雅的表哥 更像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会场的一阵骚动打断了 公司的高层领导们纷纷向我们走来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尊敬 林总 您能来真是太荣幸了 公司的CEO热情地和林浩握手 李薇薇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其他同事也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显然也认出了林浩的身份 林浩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 然后转向我 小雅 你的朋友似乎很惊讶 我看着李薇薇 她的脸上写满了震惊和尴尬 我轻声说 表哥 有时候真相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李薇薇结结巴巴地说 小雅 我 我不知道你表哥 是我打断了他的话 微笑着说 没关系 李薇薇 每个人都有不知道的事情 林浩轻轻地揽住了我的肩膀 我们相视一笑 然后一起走向了会场的中心 我知道 从这一刻起 李薇薇再也无法在我面前炫耀了 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 办公室里的气氛异常尴尬 李薇薇坐在她的位置上 不时地向我投来试探的目光 但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不安 午休时 她终于忍不住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勉强的笑容 小雅 昨天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我抬头看着她 平静地说 不知道什么 李薇薇不知道 你的表哥是那么重要的人物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眼神中满是不安 我轻轻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直视着她的眼睛 李薇薇重要的不是她的身份 而是她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我不需要别人的炫耀来定义自己的价值 她的眼神闪烁 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话语 小雅 我 我只是你 只是习惯了用物质和地位来衡量一个人 我打断了她 语气中带着一丝坚定 但那不是真正的幸福 李薇薇的脸色变得苍白 她似乎想要反驳 但最终只是低下了头 小雅 我错了 我看着她 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李薇薇 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和理解彼此 而不是通过贬低别人来提升自己 她点了点头 眼神中闪过一丝悔意 你说得对 小雅 我会试着改变 我微笑着伸出手来 那么我们重新开始吧 她握住了我的手 脸上露出了释然的笑容 谢谢你 小雅 从那以后 李薇薇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 她不再炫耀 也不再嘲讽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融洽 而我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我意识到真正的幸福 不在于别人的认可 而在于自己的内心 我开始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和兴趣 不再被外界的喧嚣所影响 几个月后 我在一次公益活动中 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 我们聊得非常投机 他的笑容温暖而真诚 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我知道 我的幸福才刚刚开始 我发现电话 以上玩的乐器